你再想办法 送一些名气和纸钱到冷宫去 也让那一位 给他阿玛静静心 宫规眼令不许烧这些东西 一旦发现 可就是重罪 宫规是宫规 可如今快到中原节了 咱们都有中原的道场 为故人略表哀思 也别为难了乌拉那拉市 在冷宫里的孝心 那奴才立刻去办 趁着回栏之前 借旁人的手把他料理了 终归与咱们无干 你回宫后 要把丞翰打定好 皇后娘娘放心 宫中严禁焚香 上贡和烧纸 更近决借这三大样 行诅咒之事 太后尤其最忌讳不过 丞翰公公一定会替太后留神的 让她好好留神 本宫不会亏待了她 正 丞翰公公早递了消息过来 庆常在是太后的先招 后头还有一个叶赫纳拉市 说是个性子孤傲的美人 知道了 你去忙吧 喳 哎 那海贵人 初 这是什么 这是海贵人 让人从送饭的门洞 塞进来的纸钱和铭币 让竹略表哀思的 海澜送来的 不是林侍卫拿来的 不是 主 主 宫中虽然严禁烧纸 但这是冷宫想必不易察觉 咱们给老大人把这纸钱烧了吧 这纸钱来得蹊跷啊 主 宫中虽然严禁烧纸 今日是中元节 皇上特许嫔妃们 将各宫的祭品送上法船 一同焚化 也表对故人的哀思 多谢皇上 皇后娘娘 各位主按照次序来吧 皇后娘娘先请 孙阿姨 老大人 玉京 参数 导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后 冷风得围在那儿烧纸 大胆 太后胜了 太后 今日您做法事 是为了私固人解厄运 安定恭维 可这贱妇竟然做出这种事来 冲撞了太后的助导啊 太后 真是大事 要不 你还是亲自去瞧个明白吧 福江 不要命的东西 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妾身给太后请安 太后 宫里严禁焚香杖空烧纸这三大样 你们竟然敢偷偷地躲在这儿 烧纸前冲撞太后的法事 怎么着 是想让宫里沾上你们这个劲儿的倒霉劲儿是吗 真是罪该万死 人看 冷宫乃宫中禁地 你这般喧哗也太不懂规矩了 是是 奴太知错 太后 冷宫污秽 您小心足下 如意 今儿是中元节 哀家请了大师进宫 有人来告诉哀家 你在这儿围禁烧纸 冲撞功德法事 诅咒哀家 你实在是大胆 太后息怒 我们主并没有诅咒您 不是诅咒是什么 人赃俱祸了都 哀家也不想用酷刑 可皇帝和皇后都不在宫中 只有哀家一人称着偌大的后宫 出了这等大事 哀家若不处置 旁人怕是以为哀家这老婆子 真是不中用了呢 宫归大如天 丞翰 在 赏了吧 遮 室有主刺 就从乌拉纳拉市开始吧 太后 其实烧的不是纸钱 都什么时候了还狡辩 不是纸钱是什么 赶快醒醒 等等 太后 这上面只有六字真言 怎么会是这个 太后 圆形亦为圆满 配上万字不到头的图案 亦为万寿圆满 无穷无尽的意思 而六字真言 是妙印寺的大师所授 大师说 六字真言是最尊崇的咒语 能消除业障 得大解脱 妾身今日知道太后 在宫中请了大师开坛助导 所以亲手抄了六字真言 愿随大师念诵焚话 为太后助导 以示孝心 是啊太后 我们主虽然身在冷宫 但心中对太后是一片孝心 每逢祝导 必祈求太后福寿延年 绝无冲撞之意 谁 谁知道你的孝心是表给太后的 还是表给谁的 乌拉纳拉市 今儿可是你阿玛的伪妻 你别是在这儿烧纸钱 给你阿玛表孝心的吧 敢问丞翰公公 你是如何知道 我阿玛的伪妻的 是啊 丞翰 这皇帝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 你倒是连那儿部 哪一天没的都知道 奴奴才就是奴才 得打听这儿点消息呀 那为什么不告诉太后 奴才忙着伺候一时忘了 太后恕罪 太后 这乌拉纳拉市 终归是在烧纸钱呀 这虫状法市 这这 这您可不能轻饶了它 太后 依奴婢看 若是烧纸钱 定会有纸钱的样子 否则烧给那儿部大人 也是无用的 就算是有意冲撞 也不该烧针炎呢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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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day 承翰 在 你巴貌跑来跟哀家说 有人在冷宫烧纸钱诅咒哀家 如今你自己拿去看看这是什么 还劳动哀家 到这种地方来 你真是越来越会当差使了 太后 太后 奴才 奴才该死 奴才忘听人言 奴才该死 是你忘听人言 不过你是听了谁的话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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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啊 哀家的身边 居然有人不拿哀家当主子 一心窥似旁人的心意 两面讨好 哀家看他是错了心思 慈宁宫只能有一心 侍奉太后的人 没有敢对太后耍心眼的 丞翰哪 你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奴才该死啊 奴才该死啊 今儿是中元节 哀家也不想要了谁的命了 既然丞翰你那么喜欢 为别人奔波 那哀家就把今儿的处罚 赏赐给你了 太后 太后饶命啊 太后啊 之后带去慎行司好好口温 是 大爷下去 我干嘛